還是要多多練習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很熟 但有些同學非常的不熟 這落差還蠻大的 所以我們取一個中間值 如果你可能動作比較慢的話 還是等於意思就是要多練習一些 如果說你已經做完 你可以再找一些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你用新的版本來合併也沒關係 取一個中間值 這樣的話我覺得比較可以兼顧到大家的需要 因為一個班上每個人需要的東西不一樣 再來的話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個就是你這個軟體解壓縮 記得一定要先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特別注意就是 你下載的路徑一定會是在我們的下載 所以這個 當然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這個檔 把它複製到你的隨身碟 或者丟到雲端上去 解壓縮記得就是這個地方一定要解 你不能直接點開來 像剛剛同學好像直接把這邊點開來 發現什麼要這個 要不要執行 執行也不能執行 為什麼? 因為那個好像單個檔 單個檔的話會出現這個 所以不行 那你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先解壓 按右鍵解壓縮 然後把它打開來 這個時候才ok 把它執行起來 執行起來之後的話 裡面這邊已經開過了 如果它剛剛出現那個訊息 表示已經開過了 把它執行起來 執行之後的話 一樣 把東西拖拉進去 那因為剛剛同學比較會有問題就是這個 拖拉過來之後呢 大部分都沒問題 但是有問題是排列順序有問題 好像剛剛都是記位置 好像大家都點第一個發現下面沒有東西 因為我是SRT放第一個 你們是好像放第三個吧 所以選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SRT這三個字 你不要好像看到 看到就開槍了 就直接就 那當然就會有問題 因為好像原來你如果選這個 好像他語言 這邊不用選 選這個 然後把它改這個 Chinese 然後瀏覽出去 放到哪裡 放到低碟好了 比如說我練習用ok 那檔名的話呢 如果你不改 它會是MKV 那MKV的話呢 你可能假設你的那個上次上課的那個 因為電腦會還原嘛 所以記得先確認一件事 你的K-Lite code這個一定要裝起來 如果你沒有裝的話 好像開始合成 它就會出現什麼 出現那個無法播放的那個白色的 所以這個地方 那因為我已經裝了 所以這個MKV檔案是可以播放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圖示有問題 那就是再裝一下解碼器 那所以呢 以後你們開始 應用這些東西的話 每一個地方可能 你還要把那個步驟寫下來 如果你忘記了 還是一樣 影片有錄下來 請回去再多看個幾遍 保證應該慢慢就會越來越熟了 ok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也許我們再來呢 就是利用這一個影片來做練習好了 那當然了 這個影片本身它 第一個啦 當然一樣 我們再複習一下 上傳 那我用這個影片 當然 因為這個當然也還是盡量 如果沒有得到對方的允許的前提下 也許我們就不要去把它公開 因為公開的話 變成我跟它有一樣的東西 要不然你就把它改成非公開 或者甚至是私人的 那再來的話呢 把影片呢 把它拖拉上來 丟上來好了 假設我用這個來練習 那主要是要練習什麼呢 就是在我們這個創作者工作室裡面 假設我又再重新開一個 這邊把它另外按中鍵跳開 它會切到這個影片管理員裡面呢 我們可以利用裡面 它有相關的什麼呢 強化功能 比如說我這邊已經有一個 好像已經傳過了 做了很多練習加字幕等等 這邊有一個影片 假如我這邊用底下我傳過的影片 比如說這一個好了 假設我這邊按強化 那你把它點進來之後 你選一個你傳上去的影片 那你可以看到 因為下午的話 我們主要會針對幾個比較重要的功能 跟各位做說明 我先把它暫停一下 強化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裡面有快速修正 有濾鏡 還有模糊 其實模糊指的就是馬賽克 所以下午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針對這個強化功能 再稍微去看一下 那包含什麼呢 它可以自動修正 這自動修正就是 如果你不想說去調它的明亮度 色彩 它會自己幫你判斷 另外這個穩定 穩定功能 我覺得非常好用 所謂的穩定就是 比如說你拍的錄影的時候 假如你沒有用腳架的話 經常會晃來晃去 那晃來晃去 別人看的時候真的會頭暈 你應該有看過那種影片吧 晃得太兇了 所以特別重要 如果你要錄影的話 請你拿好手要夾緊 跟那個打靶一樣 你如果打靶沒有夾緊的話 你一定打不準 像我以前當兵的時候 打得還蠻準的 因為我知道一定要 手要夾得很緊 手不能亂晃 跟攝影一樣 你要讓人家看得舒服的話 一定要不要亂動 最好用腳架 如果說你這些 也沒有辦法配合的話 可能還是車上會晃 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這個功能做穩定 因為穩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你盡量抓那個水瓶 我試過還蠻好用的 因為基本上本來會晃的影片 用穩定功能之後 變得比較沒有那麼晃 但是它不可能說100% 完全都跟那個不晃動 跟腳架一樣 但是它會有個缺點 就是什麼 它實際上做法是幫你把什麼呢 可能前一張影片在這裡 下一張影片在這裡 它是幫你接在一起的時候呢 抓它跟它之間中間這一塊 所以會變成怎麼樣 上面這一塊跟下面這一塊 可能會失蹤了 所以晃動啊 奇怪 為什麼上面少一點點 下面又少一點點 因為它是幫你切中間 讓你看起來好像是連續的 所以這個穩定功能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其他還有慢動作 還有快動作 另外還有剪輯 比如說你要針對這個影片做剪輯的話 你也可以抓頭 抓尾 按下完成 它也可以幫你怎麼樣 你可以怎麼樣 另存新檔就可以了 有沒有 在另存 它也有一樣快速剪輯的功能 所以下午的話 也許你們有時間的話 可以先試試看 那中午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午我們休息到1點30分 下午再繼續來看 就是有關那個雲端剪輯功績應用的部分 還有就是字幕 再來就是下午還有什麼相片轉定 不過時間可能會比較短一些些 所以下午我可能會講快一點點 我怕到說該講的東西沒講到